哈囉 各位喜歡RO的朋友們大家好啊 再見面啦 那今天呢主要 就是 測試一下 裝備 那就是因為 官方有說四轉 要開放 那四轉開放的話 等級上限就會提高嘛 那想說 如果等級上限提高的話 要找一個練功地點 那 先到 史塔去測試一下 我目前的裝備 能不能打因為我之前 200等 我是都沒有去過史塔 我都是 練奧丁 然後 奧丁練完就去那個 龍洞 打龍那邊 還算是龍五樓那邊吧 我就升到200等 那修羅之前在練也是這樣練 那所以說 想說如果他等級開放上限的話 史塔這邊 聽說蠻好練的啊 大家都說裝備需求 很高 那 我就想說先來測試看看 能不能打得動 那 就是主要就是史塔12樓 那如果打得動的話呢 他開放等級的話 就比較不用擔心 那就可以來這邊打 然後這邊一開始先 等一下會換裝備 因為他這邊 有念屬性的怪 血量都大概大概在400萬左右 那待會主要就是會上 風屬性強化 主要就是自然波 風屬性自然波 下去刷 看會不會好刷 因為我 之前沒有在這邊練過 所以這邊算是第一次來這邊做測試 那料理的話 大概 基本的一些料理都會吃 那 那 待會就換上 喬伊亞背包 然後兩個 這個小喬 艾維亞 的裝飾品 那靴子就不變 就是 大神官 那頭盔的話 這邊是用 魔導王 我是使用魔導王 就無視 一般魔物 的 防禦 因為這邊的 怪物是BOSS的 那這邊是 富金鋼3 這一個頭盔是富金鋼3 他 RMT 三等 那RMT三等 這個實在是不錯 因為他比 我那個魔金鋼 打出來的威力還高 你看 RMT三等打出來比魔金鋼還高 那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我基本上我 這樣子 我切封屬性 招封金 我這樣打起來 我覺得還蠻好打的 那這邊 主要就是 圖示的話就是 妖術 妖術一套裝 那 這個是魔法師 這個是增加魔攻啦 然後 大地粉狀手套 超自然破鎧甲 妖術盾 破防 那基本上如果有魔導王的話 就已經全部破防了 然後這邊是兩倍魔法騎士團的 這個 神話英雄杖 那 解凍 智慧藏寶這個就不變 那因為這邊有魔法 所以我就配 雄金雄盾 然後再搭配 敬衛兵盾牌 揍盾 稍微有一個回血的功能 目前這樣打起來 我覺得 還可以啦 還蠻好打的 因為這是單刷喔 單刷就比較 比較缺乏一些輔助的技能 那基本上喝這個濃縮金色糖漿藥水 還OK齁 畢竟自然破強化變兩段了 實在是 真的是很給力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這邊打到最後 就有一個困擾就是 如果單打的話 他這邊的怪會 卸出頭盔 那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如果他卸出頭盔的話 我就會換另外一頂 魔晶 這個超時空頭盔 他上面就沒有 魔導王卡片 現在都大概150萬 140萬 那等一下大家可以做一下比較 如果 沒有 這個 魔導王卡 無視防禦的話 到底會不會差很多 這是我 這是我 用遊戲 他內建的錄影之後 我第一次放出來 然後 也是自己在看 所以我也沒有記得說 沒有魔導王的時候 大概是 噴多少 所以我們就一起看 那這邊沒有用這個風邀靈界的 因為主要就是說他只是增強那 120秒 所以 我就直接用那個 艾薇雅 兩張艾薇雅卡 然後搭配這個 蒼弩之環 一樣喔 他可以暗幣加 博物牆 多少可以 增加一些 抗性 我現在還是 魔導王 那我大概是 測試一下而已啦 這邊我大概打了 這邊大概打了10分鐘 因為 好像魔導王 頭盔被卸下 我像這個是打了大概90萬 好像魔導王頭盔被打掉之後 那個傷害有差了 所以我就收 我就收起來 就是測試一下而已 我現在打也沒經驗值 那麼如果是團隊的話 應該都會組到基因吧 那基因就會幫我們做保護 化學 頭盔 或是全部防護 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 所以說他如果等級開放 我沒有去解 任務沒有辦法去走心圖的話 可能也會在這邊 嘗試深等的動作 阿如果真的 經驗值 不給力的話 升的太慢的話 那就 只好再去解任務 或是有空的時候 我就會先去解任務 因為我 比較不喜歡解任務 我比較喜歡 就是 裝備上一算就可以打的地圖 像一些副本 我也是 都是只會打 那種不用解任務就可以打的副本 你看頭盔被卸下來 所以現在沒有頭盔 現在是沒有頭盔 所以自然波傷害降到很低 因為少了100%多 那 之後會上 等一下就會上這頂 我看 上這頂 傷害真的 傷害真的是有差 你看 上這頂 他沒有破防 那這邊怪防疫真的很高 所以 大家來這邊練要記得 破防要有 不過如果你基本上 你真的差很多 剛剛都100多萬 890萬 現在都降到剩40幾萬 哇 那是 剛剛是沒有封屬性 你看80 剛剛我記得 好像有140 150 我看下去就知道了 剩70幾萬 我差了蠻多的 那如果你 這個妖術 盾配 這個技能 手套的話 再加上 主教的贖罪的話 基本上也有 無視到87% 60 對啊 有7-80% 應該也是很夠 好像如果你有 50-100%的話 是差很多 所以說這邊的怪的防禦真的是蠻高的 所以到時候來這邊練我就會上魔導王那一筆 那 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家一起看一下 給大家做參考 到時候 因為我 主要就想說如果 裝備不太 還是有到170萬 那是那個 觸發 觸發那個啦 魔法爆 觸發那個爆走魔法 所以說還是要 破防禦 這邊的怪防禦比較高 那我本來是想說如果打不動的話 可能裝備要做一些燈洞 不過 這樣子我打起來還蠻順的 所以就大概就是 這套裝就繼續玩下去 因為我在買裝備的話 我都會參考我其他的人物 也可以共用 那就是一套裝可以給 修羅啊 繩子系的 或是髮系的玩 這樣比較划算 大概就是這樣 這一場就打了 10分鐘又24秒 那今天 打10塔 裝備就大概這樣 那 第一 就是要破防 然後 再來 就是屬性 因為這邊有念屬性的怪 再來就是 要 裝備防護 避免頭盔啊 讓它被卸掉 這是今天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 我們期待 試轉的到來 等級上線解封 大家在一起來打拚 把等級列上去 好好享受 這個遊戲的過程 那就是今天 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 掰掰